雅丁风景区位于稻城的南部 海拔2900米 景区以鲜奶日风 央麦涌 夏诺多吉三个雪峰为核心 这里有你能够想到的一切 也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 有两条道路通向雅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一条向上攀升 进入闪光之山的鹅出山 鹅出山覆盖着茫茫原始森林 每当太阳升起 整座山泛着金光 站在山顶 可以远眺供稿日松供布神山 景色十分壮观 鹅出山最美的季节是它的秋天 那简直是一幅天然自成 色泽浓烈的巨浮油画 穿越鹅出山 茫茫苍苍的原始森林 向下进入狭窄险峻 湍流飞铺的东翼河谷 下行不远到达卡斯山寨 一条小路从这里蜿蜒 升向另一片原始森林 这里叫卡斯沟 是佛教典籍中提到的 世界八大寨林之一的地狱谷 是人类肉身 由凡界进入天堂的必经之路 神山在望 穿越十八层地狱 你便到达了天界 雅丁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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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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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雅丁自然保护区的另一条路 是经蒙自山谷 进入贡雅银沟 上冲谷喇嘛寺 朝拜神山 沿途风光 绝显其力 令人目不暇接 雅丁自然保护区 方圆千余平方公里 主要部分是三座完全隔开 但相距不远的 品字形排列的雪峰 北峰称仙南日峰 海拔6032米 南峰是央麦永峰 海拔5958米 东峰是夏诺多吉峰 海拔5958米 三座雪峰都洁白翘拔 似利剑直插云端 仙乃日 藏语仪为日照金山 像一尊大佛 傲然端立莲花座 藏传佛教 视仙乃日为观世音菩萨 雪峰周围 角峰林立大大小小 共30多座 千姿百态 未为壮观 夏诺多吉峰像一个英俊的少年 雄剑刚毅 神采飞扬 藏传佛教 视夏诺多吉为金刚手菩萨 这里雪山 峭壁 斗牙 海子 冰川草场 森林溪流 一片静谧 安详 世外之处 冲古寺 海拔3880米 位于仙乃日雪峰脚下 寺院毁坏严重 一片残垣断壁 见四年代无从考察 冲古寺 隶属 贡嘎朗吉岭寺 传说 高增确决家措 终身供奉神山 弘扬佛法 在此修建寺庙 因挖土洞时 出怒神灵 灾祸降临四周百姓 麻风病流行 确捷加措 中日念经欲佛 施展法力 祈求神灵降灾于自己 免除百姓之灾 祂的慈悲举动 感动了神灵 百姓平安 祂则身患风病原济 现在祂的尸骨 还葬在自己建造的寺院内 寺院僧人 日夜熏香念经 纪念祂的大功大德 洛荣牛场海拔三千一百米 此处抬头可望见 贡嘎日松贡布第一风 鲜奶日风 蓝天下 鲜奶日风 洁白的雪风 微然屹立于茫茫的临海上 荧光闪烁 继续上行两小时 到达牛角沟 此地森林茂密 溪水潺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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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